就开始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四手乱谈 我是四星 我是娜姐大家好 两位帅哥和一位美女好 心里见到你很高兴 我是彪哥大家好 三位大家好 我是赵俊硕 很高兴看到各位 我们今天衣服还都挺 都挺近似的 对比较哥有一点 对心理业 但是最近好像 佩洛西要去台湾了 你们做好迎接了吗 那个新闻是金融时报 放出来的 金融时报一向 跟白宫关系很好 但他跟佩洛西关系很好 其实不见得 白宫放出来又隔一个月 其实这件事非常奇怪 我当初当然觉得 虽然我个人不喜欢佩洛西 但美国派这么有分量的人来 怎么说这台湾是好事 所以我第一个反应是觉得不错 但是觉得这么早放出来 那时候我就在我脸书上写说 小心拜习会 小心拜习会 说不定又是一个平衡的手法 结果第二天 哇不止啊 拜登不是讲了话 也引起台湾很激烈的讨论吗 第一拜登说 先不讲他 我们确诊会不会影响 我觉得他现在其实看起来好的很 拜登不是说我10天内要 应该是10天内要跟习主席通话 第二他说国防部会反对佩洛西去 你看这样把责任 就是说其实这样讲好了 佩洛西来 中共可能会有动作 所以国防部会担心 这个合理 但是你这样公开说出来 这实在是 就台湾虽然没有引起大风波 但是台湾人也都看到了 觉得就觉得说 哎呀这个这件事大概也黄了 也黄了那这次呢拜登大概没有痴呆 但是呢 这边补充一件事情 先讲一个小小无关 我认为拜登其实他的心智能力啊 无法做太复杂的决策 但这件事 倒是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清醒了 我举个例 他去中东的时候呢 不是在以色列 讲完话转过来又对空气握手 然后呢好像到了这个沙特的时候 好像就站在一下飞机又说 我再来 我再来要干嘛 然后记不记得 两个多礼拜前他在美国 不是他的稿子里面有一个小抄吗 写说repeat the line 他又把repeat line大声的写出来 然后三个礼拜前不是又从脚踏车上 明明脚踏车里没有在动又摔下来 所以呢 当然这个你真正的痴呆 或者是无行为能力还有点距离 可是就是 他的年龄哦 其实你要他 就他的判断力或什么 其实已经大不如前 就是你把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的位置 交到他手上呢 实在是一件是个灾难啊 我认为是个灾难 那我们再回到正题 他呢 我认为他这样公开说出来 国防部有疑虑啊 把坑推给国防部 然后意思也就是 这个风险太大 所以呢 我目前的解读是呢 可能金融时报是白宫 当然因为佩洛西地位这么高 他不是普通的国会议员 所以他要来 他的整个行程安排都要跟政府协调 甚至跟军方协调嘛 所以金融时报听到这消息了 白宫叫他放出来 为什么 然后呢 就有点像唱双簧 把白宫先放出来以后呢 拜登再出来说 不行不行 类似就暗示他你不要去了 因为他现在拜 可能拜席会 中共又在给他什么压力 他就故意拿这个出来 跟中共说你看到 佩洛西我帮你挡掉了 你可能不要再 不要再逼我讲什么 不要支持态度啊 或者是 让人家觉得我在出卖台湾的事情 应该是中共给他压力 我也不觉得他会主动出卖台湾 那他现在呢 因为没办法了 一直被中共压 但又不够强悍又无能 所以呢 只好想这种 想这种烂招啊 真的是好笑啊 对对 而且那再补充一下 你想想看 如果佩洛西自己办公室 反而就很低调说 我们 不承认 我们现在无法 确认这件事情 美国国务院也说 他的形成这个计划呢 只是 hypothetical 这真的好笑了 也不敢讲 所以说 你有没有想过 没有错 这件事的确很敏感 为什么金融时报要主动丢出来 以金融时报 之前常常会丢很多 像拜席会啊 都是金融时报先丢出来的 所以呢 这个一定有背后有动机 那这只是我其中一种猜测 但是呢 绝对不是好的动机可以确定 这到底是怎么个不好法呢 我们可能还要看后续 不过现在看起来 拜登都这样讲话了 大家不要抱太高的期望 而且再讲一次 这种事本来就应该保密到最后 要菲洛西忽然出现台北机场了 大家在 叶叶叶叶叶 这次让中共来不及跳脚 哪有这样一个月前先讲出来的 找死吗 就这样 所以很怪 非常怪 先讲到这样 有没有可能是为了给带席会 然后增加能力点码码 然后这样放出去放出来 我认为是啊 我认为是啊 而且顾一先讲出来说 培洛西自己要来 然后拜登就跟 就是这样子 现在跟他协商 应该是Jack Sullivan 跟他幕僚的 跟 一定的意思 对 一定的幕僚协商 对 就说 我帮你挡掉了 你欠我每个人钱 别乱施压 或你反过来 应该要怎么样 对对对 因为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说 你看拜登 然后这个事情宣布了之后 你看 拜登 他不是说要反对吗 然后他就开始又痒了 又开始挨了 而且刚才的有一个新闻说 给他吃的那个药 就是新血管方面的药 因为这个疫情和疫苗 它就是很容易会引起血栓 但是给他的新血管的药 给他停掉了 所以现在拜登 是有点凶多吉少 那么就是说 会不会又并视着 这个培洛西的台湾之行 是肯定会成型的 喂 好像在那 Frozen了 好像就是他那边 可能没有信号了 娜姐你觉得呢 怎么说呢 这个拜登啊 前天 是昨天 他是自己说 他自己都还正了 其实像这个 大帅刚才说的 他已经神志不清了 可以这样说 就是太有点 就是 根本没有嘴上把门的了 后来白宫出来说 他这个 他是讲他以前得过皮肤矮 但是今天我其实做节目 我讲了他说的就是 I have 我现在就是有嘛 对吧 你如果说你如果说你稍微的能就说是一个英文讲的比较好的你可以完全用一两个多讲几个字就可以把这个讲得很清楚 我曾经得过或者我以前得过对吧 你说你现在就有那就是你有嘛 总之就说他可以说是神志不清就是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而且这样的事情 而且这样的事情是已经是只要他一出面就发生一出面任何场合他一出来不是找不着地方就是不知道在干什么就是念错字就是说错话 他在那个哪里的时候 以色列的时候居然要这个荣耀这个大屠杀 本来说错了一个字对 总之就是他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突然今天呢又说他得阳性了 而且呢又是给他吃这种药 这种药好像要把他弄死一样的这个这种药 对吧 这个是很可怕的 就是有可能 当然了 就说有的人说那拜登死了不是好吗 这问题不是这个 问题是他可能他也是一个民主党的棋子 会不会是说民主党已经觉得他没有用了 是想要换人了 把他弄下去 至于说这个他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真的是民主党要抛弃他怎么怎么样的话 那是一个更大的民主党的一个大的局 而佩洛西他到底会不会去台湾 我其实我是希望佩洛西不要去台湾的 拜登他们现在插手什么事 什么事就搞烂 他们佩洛西也好 拜登也好 他们去插手任何事情 这个事情肯定糟糕 比想象的要糟糕的很多很多 你说这个阿富汗撤军 对吧 你如果大家就不要动 你没有本事撤 你就是不要动 还好一点 一动 对吧 大批的武器送给了塔利班 你看看这个乌克兰 苏联 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事情 拜登先是放出来调调说 我们不会去参与的 我们不会参与的 这样的话呢 让就是可以说让普京那边觉得好像 对啊 这个我们就很容易很多 变成是他现在又花大别的钱去参与 总之他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砸的 我是希望说佩洛西现在根本不要去台湾 那大帅可能是不同意 大帅回来了 他说你老认为这个佩洛西去台湾是一件好事情 我觉得可能 标哥认为是一件好事情 就把俄罗斯的战火就引到台湾去了 俄乌的这个战火就引到台湾去了 但是对台湾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应该这样看 他中共会有很强烈的反应 没有错 那当然 但就是有些事 你不能因为中共有反应 你就不做 那这样他以后 赵立坚不是这次也放狠话吗 说佩洛西来更好 我们军机会陪他飞进台湾 军机再飞出来 谢谢佩洛西 帮我们完成这个历史性任务 4月的时候 他为什么装个理由确诊取消 也就是因为中共说 我必定会有强烈反应 那他就取消 那当然这不是 这次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1月那次为什么 去年1月川普时代 不是要派联合国大使来 那次美国真的火了 觉得你派自己国内的官员就算了 联合国大使是外交官 所以你把台湾当国家 就是那次中共很明确的说 他敢来 我们的战斗机一定伴飞 所以蓬佩洋想了一下 我认为他敢 但是他想到是 如果那次出了什么事 他们就下台了 变成等于丢了一个锅给拜登接 那这样他们就洗不清了 就说你故意弄个麻烦给人家 所以蓬佩洋就说 那我们不能让人家知道 我们退缩了 所以我也取消 我们所有外交官都取消 我不是针对台湾 但实际上就是针对台湾 所以这件事变得有点复杂 就说变成两面了 看你怎么看 我同意他可能会引发 把紧张的情势可能升高到新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说 这个事情应该 就是不能让中共恐吓 你就听他的 所以当然我同意一件事就是 你这么早公布出来 那真的是很蠢 你等于就让他有一个月时间恐吓你 你这种事你要做可以 就是有技巧 就是我说的 你就是下了飞机以后 才说我来了 我来了 怎么样 你现在叫也来不及了 对对 所以这件事本身是不单纯的 如果讲这种事的大原则就是 我认为不能因为中共会反对 你就不做 但是不能像这样做的这么没有技巧 所以这次应该 可能不是真的 就是一个政治操作 然后又把台湾当棋子 那当然 拜登政府把台湾当政府当棋子 已经很多次了 我们当中大家复习一下 大家不要忘了 一个多月前 不是在国务院网站上写 写了很多友台的内容 然后台湾就一堆乐观派说 哇 还没关系大便 还有人说为了建交做准备 结果 三个礼拜后就把 不支持台独又加回去了 我就笑 所以说 你对他不要太高期望 所以这次这个操作 其实很搞笑 所以大家期望不要 就是说期望不要那么高 这是我目前的看法 但是对于佩洛西去台湾 你觉得 我们理解你就是说的 期望不会很高 不要太高 然后你觉得 他去给台湾送给人忙去了吗 应该这样讲 佩洛西至少台面上 就说先不管那种 左右派的问题 他那一般陶瑞搞不清楚 他的地位那么高 是美国第三位的总统继任人 然后他的确有些反共的记录 这方面他还算强硬 但我觉得对于中共 让我再补充一下 但实际上他早期比较多反共言论 这两三年 我觉得很多人都说 对抗中共是民主党共和党 两党一致的共识 其实我觉得还好 民主党只有一件事情 是跟共和党站在一起 香港的法案有 另外就是一些 鼓励国内美国国内大撒钱的法案 当然有一些可能会有对抗中共的效果 比如说生产晶片 所以不过 佩洛西有时候是会稍微批评一下中共 所以台湾人搞不清楚一些细节 所以他只要他愿意来地位那么高 台湾人是很高兴的 那他来呢 应该就是讲一些空话 毕竟他怎么讲 他也这样讲好了 不管是算他是议长 那前面那些大牌参议员 比如说民主党的外交委员会主任 或者是那个Lindsey Graham 他们也来也就是讲台北关系很好 我们会再给你一些 我们会承诺 就说怎么讲 还有什么 就是他们也不能给什么 他具体的建议 不像那个谁 川普时代的国防部长 艾斯铭 因为他当过官的 他来就说你们兵役要延长了一年 男女都要当兵 这对不对是一回事 可是他当过 所以他能给你一些具体建议 那国会议员来 通常除非政府有给他任务 否则也就是讲一些场面话 那我觉得裴洛西 他自己 我觉得他来应该就是 讲一些高的价值 说我会跟你们站在一起 那我们会根据台湾关系法 提供防卫能力 但提供什么武器 他也没能力讲 但是他很不幸 某种程度可能 台湾人是这一套 对台湾人是有用的 其实我觉得 给台湾说的话 你看安倍 我觉得可能会 他说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但是现在欧盟也说了 如果台湾有事 那就欧盟有事 所以我觉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台湾 绝对跟克兰国一样 会把美国会直接 拉进战争 所以说你假如说 中共敢去轻举帮动 那么日本肯定就起来 那么日本起来 肯定不会自己起来 肯定会把台湾 也会 肯定会把美国拉进来 你感觉 那些你觉得 如果中共真正直接交火 你觉得美国 这么强大的 会不会 中共就灰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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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 是肃清 现在呢 二十多万人 二十多万美国的军人 因为没有打疫苗 居然就是要让他们退役 美国的军队现在是 可以说是在改造 就是要改造成极左 就是这个 大黑塔 大黑塔也是上来之后 我有朋友他的孩子 在军中 他们都要删除掉 有人就告诉他们 因为要全部给他们弄档案 就是要看他们谁是保守派 谁是他们的人 然后呢你是保守派 如果你是挂了号的保守派 你在军中都没有办法升职加薪 而且后来又用这个疫苗事情 所以其实美军现在是怎么说呢 而且又搞这些什么 同性恋边境人 每天真的是不务正业 可以完全可以这样说 而拜登 千万不要低估了 拜登把所有事情搞砸的能力 所以说这个 我认为佩洛西去 任何美国的高官 在这个时候非要去 好像我是为你好的 可是你能干什么呢 对吧 到时候人家把我打了 你根本屁都干不了 就像我看那个 有的电视剧似的 你是我的人 我照着你 好 好吧 他一离开人家 把那女的拉出去 打得快死了 对吧 对吧 没有用的 所以说 就是不要去 这个引发这个战争 不要去刺激 这个干嘛 因为现在他们根本 我觉得比拜登 现在就从这个阿富汗撤军和 应对这个乌克兰 这样的一个事情来看的话 拜登不会 这个打起来的话呢 美国肯定是要吃亏的 当然说吃亏到什么程度 能够 总之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美军是可以 这个完全战力各个方面 是碾压中共之类的 他就不行 真的 而且呢 你像中共这种独裁国家 对啊 他让你去死 那太容易了 对吧 他就是让你 死都不能下来 对吧 美军的话 就是说 我人员伤亡到一定程度 我就不能再继续了 而中国的话 那就是 我就像封城一样的 对啊 我让你封城 不管你死多少人 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就是要 达到我这个目的 哪怕这个目的是很可笑的 完全是无意义的 那也不管 对吧 我就是要这样做 你要死要活 根本就不在我考量之内 那么他打起仗来 中共的军队也是 你这个死亡啊 这个检员 不在他们的考量之内 这两 如果真的是有那一天 打起来的话 还真的是 非常的 怎么说呢 美军并不能够 有什么样的胜算 特别是在 拜登 这个昏溃的这种 路都走不了 话都说不了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 三军总司令的率领之下 非常的危险 台湾也根本 我觉得台湾 根本不要指望 说让美军 指望着美国 能够为台湾 做多少好事 我觉得指望日本 还好过指望美国 哥哥是不是一听 如果台湾要是 或者是亚太地区一出事的话 俄乌会不会就是 能把就解脱了呢 还有一个 上一期节目 你没有做 然后普京去出差了 然后你那盯着了 然后他出差以后 战况如何 去了以后怎么样 今天他们还在那说 然后普京在伊朗的 那个总统面前 然后你看像个小学生一样 说当年 不可一世的那个样子 现在呢 全部都不一样了 所以呢 就是说 他的这个出访中中的 这一个战果 和拜登比起来呢 是有一个 怎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会不会就说 俄乌现在呢 就是说 美国现在把注意力 放在亚太 然后呢 这一块呢 俄乌这个谈判 会不会出现一个曙光 整体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吗 我先说一下台湾啊 台湾这个事情 我认为佩洛西 访不访问台湾 现在只要是老习在那 老习掌权 这个都不重要 因为他现在 我觉得 台海很危险 真的是很危险 因为他现在手里面 没什么可做的了 国内烂得一塌糊涂 他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找一个大事情来 更大的灾难来掩盖 他那个 乱七八糟的事情 所以呢 有没有佩洛西 访台 他都可以找一个理由来 在台海闹事 就是 我觉得是这样 他这样 没有其他的办法 因为 如果老西在台上 按照他的那个行为模式 示威模式的话 他就会找一个 不管 不管什么样 他会找一个理由 在台海调起事情来的 那么在这个事情 如果台海有事打起来 是对俄乌有什么影响 对俄乌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对俄乌没什么太大影响 我觉得对俄乌没什么太大影响 没什么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个事情 不受外面这个 台海局势 或者其他局势 这个影响 没有 俄乌之间的事情 就是俄罗斯在 这个 跟欧洲这边的那个 战略安全 关系的问题 没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他 是这样的 其实乌克兰现在不是像 那个北约 或者这些人都支持吗 如果要是台海一旦起来了 之后呢 美国呢 就不上了 所以呢 就是说 那乌克兰这时候呢 你也等不得 你乌克兰一直不是说 普京 什么时候 要是宣布失败以后呢 然后呢 他才可以谈判 那那时候呢 他也就不等了 他还等了 没人支持他了 他等啥呀 会不会就说 这个谈判的 谈判现在俄罗斯也说了 现在你要结束 这边 就等于说 对乌克兰来说 你最好的事情 还是 谈判 或者是 应该说不是最好的 你唯一的事情 唯一能走得出路 你就是 乌克兰你等一下 还是回到以前就是刚刚刚那个俄罗斯说的那件特别军事行动 就是我们叫俄乌战事 俄乌战争之前 俄乌战事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是那个谈判就回到那个时候来谈 其实那时候谈着谈着突然之间停止的 那是背后有原因的 对吧 就不让泽林斯基谈 再继续谈下去的 就是要继续打下去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乌克兰人想打 其实你说俄罗斯人想打 俄罗斯人想打 我还是一直 俄罗斯打乌克兰这个方式还是跟一般的战争还是有点不一样 但是他是一个战争 但他不是一个屠杀 不是一个 我们以前那时候说的那种 概念上的这种这种战争 所以呢 最好的出路还是乌克兰要坐下来谈 谈的就是还是要回到以前那个 你就是或者是放弃 这个叫什么 就像那个中立国地位一样 你就不要参加任何那个集团 像北约啊 或者是这种叫国际组织的 就像以前那个瑞士一样 是吧 中立国 然后呢 这个自己的军队也不用太强 就是你自己发 自己发展这个经济 至少对于俄罗斯来说 你乌克兰还是还是回到以前 你不能成为威胁俄罗斯的一个桥头堡 或者是你一个插到俄罗斯这里边的一个武器 或者是你认为北约国家或者西方国家 其实你这里也很难说这个说是北约国家西方国家 这个也 现在这个概念不太对 就是那帮人 对 做这个事情 你这北约国家的人民老百姓也是挺好的 这个跟俄罗斯人之间也都挺好的 我觉得都挺好的 这是普京人家总结了 说西方呢 他有好多西方 比如说像那个 像我们卡车司机啦 像川普啦 有坏的西方 就是拜登的这些人 这个集团 所以是好西方和坏西方 对 你看他这个说法跟文工的说法一样 是吧 分开了 这个得分开 所以这个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乌克兰这个事情 不管怎么样 外面怎么变 俄罗斯初衷不变 还是这样 还是保持原来的 就是要自己的安全利益 就是跟刚开始的时候是一样的 没变 那么再说我们这个 就是说那个普京出访那个 出访那个伊朗 他说像个小学生 我也没看他有没有真的是像个小学生 这是台湾的媒体 然后发出来了一张那个照片 然后呢 那个叫啥 那个伊朗的那个叫啥 什么啥 美尼 哈梅内衣 对 哈梅内衣 然后呢 在那坐着 坐着呢 然后呢 普京呢 就坐在他的对面 因为普京以前出场的时候 就是一种王者的那一种风范 结果呢 坐在他跟前呢 就好像就是有一点 比较那想让 想买他的那个无人机 那么还是啥呢 所以这是这个台湾媒体发布 发出来的 我说呢 怎么不发拜登 那些丢人的样子 那这样的 普京不管是从两个国家来讲啊 两个国家来讲 那个如果是俄罗斯在伊朗面前 你说要要第三下事一点 或者是根本没有这种必要 也根本没有这种可能 你但是说再从俄罗斯人的性格来上 俄罗斯我们不讲普京就俄罗斯一般的普通人 也不会在伊朗人面前 或者是要第三下事一点 或者要怎么样一点 他不管在哪个国家的人 在哪个民族的人面前 他都不会这么干的 那么作为普京 他个人来说 普京跟哈梅内伊这两个人之间 比如说他那个 本身这个人的气场 本身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也好不能在方方面面 他没有必要就是说第三下事 或者去买几个无人机 你要第三下什么 这个根本没有这个可能 可能有时候你会在那个某一场面 会捕捉到一个图片 或者一个照片 你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 拿着大作文章也没有多大意思 那个其实呢 我认为俄罗斯这一次 他出访这个普京出访伊朗 他是有 你看普京是个 无利不起早的人 无利不起早的人 他这个伊朗这个 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 也只是一个 他是获得大利益的一个工具而已 他每次都这样 他每次都这样 有这个事情 你看现在 他在伊朗要增强这个 自己俄罗斯的影响力 来 就是中东这一块 他要获取更大的利益 他要获取更大的利益 就是把伊朗 现在是以前还有那个 对伊朗的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制裁 或者不让他发展核武器 就是有一个制 有一个措施 就是伊朗被制裁的 那个 也是铁桶式的 那个制裁 很 很严重 那现在俄罗斯也遭受 差不多的待遇 就是制裁 那等于说这个 也没有必要 来跟你现在所谓的西方这个 那个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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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集团 就是西方政府集团 就那个 那个 Deep State 那一伙人 就是你们制定的规则 我俄罗斯不跟你玩了 不跟你玩了 怎么玩呢 我自己玩 我自己玩了 就是说 不管伊朗是邪恶也好 不邪恶也好 这样也好 那样也好 在 我们说在 在 西方统治者眼里面 你 伊朗也是邪恶的 俄罗斯也是邪恶的 是一个等级的 对 那么我现在俄罗斯的 唯一不用考虑 你把我当不当邪恶的 或者把我当好人当坏人 这个不重要 不重要的 我得插一把 这个 在那个 你们西方 这个 那个 那个 不是在中东 在沙特 阿联酋 那个 在那个地方 有那个利益吗 那我这个伊朗 这个旗子 我为什么 不用一下呢 我就是要撬动 就是把 就是要让 伊朗来 就是 钳制 来对垒 跟你在这个 中东的这个利益 俄罗斯 不会放弃 在中东这个利益 和影响力 他通过伊朗 就是加强 在乌克兰 你看他 就是说 你已经 就是 就是索罗斯 也好 拜登 也好 他们这一帮人 就是你 这个 北约那一帮 同志 就是也是 盗取了这个政权的 这一帮人 他在 在乌克兰 通过乌克兰 踢进来 碰到石头了 或者碰到铁板了 这个脚踢疼了 是吧 踢不进来 那么 现在 等于说 你看现在俄罗斯 等于说是 从原来的防守 我认为转为 就是在出击 在出击了 就是乌克兰的 这一块的 对于俄罗斯的 国家战略利益来说 俄罗斯 已经可以得到保障了 那现在他是怎么办呢 他就是 在主动出击 到伊朗就是出击 我认为就是出击了 包括跟印度之间的 那个合作 也是 他也是在出击 而不是单纯的防守 虽然制裁 对俄罗斯影响很大 所以我认为 这次在普京去访问 那个伊朗 也没有太大的意外 或者也没有太大的意外 如果是 我是普京的话 我想这个我也会做 我也会这样做 我当然把伊朗拉过来了 我当然把伊朗作为自己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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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战略上的 一定程度的合作 然后呢 把我的利益 就是要通过那个地方 要通过伊朗来实现我的利益 然后到时候你看 你美国又得跟我谈 你又得跟我谈 你不跟我谈 不行啊 你不是在乌克兰 不是威胁我的利益吗 我就是现在是出去到伊朗 到中东来 到中东来 我要拿我的利益 你必须得给我让 你不是现在要让 限制俄罗斯的油价吗 就是最高 最高售价吗 我进来了 到伊朗来了 就是我要来做这个事情 你看这个 所以呢 而且这个事情还不 这个对于 拜登他们来说 这个还不太好弄 伊朗这个事情还不太好弄 你看伊朗啊 制裁那么多年了 制裁那么多年了 然后伊朗你说 这个国家虽然这个 在现代化发展上受到了很大的 很大的影响啊 受到很大的 钳制 那你看现在等于说是 伊朗这个事情是什么 伊朗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说 从国家整体的那个战略利益来说 伊朗是有一块 伊朗还有一块利益是谁的 是那拜登他们那个拜登 他们私人利益也在那里啊 那你还 他们还有一块私人 私人利益的 就是 其实你看啊 很奇怪的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是非常严厉的 但是伊朗的油还是在世界上卖的 还有一些一些制裁和那个援助 也这个钱也是通过通过伊朗走的 那么那里面这个这个私人利益 好像是我们全媒体以前以前也 是老权还是谁还是小爷那里还是哪里 有有说过这个事 就是他们这个 在在在奥巴马 他们奥巴马希腊里 他们伊朗有很大的利益 就跟在乌克兰一样 他们有很大的私人利益在在这里面啊 对 是吧 然后你看这是如果是普京的话 到伊朗一看 或者说普京以前 我想也有一定的那个线索或者证据在手上 他们有那个私人利益 现在这是去了他们说 你说他是要去买无论机的 你可能是这个情报 或者是可能对于普京来说也是很很重要的 所以在伊朗这个旗子呢 其实又是四两把钱斤的 我认为是四两 四两把钱斤的这个一个 一个旗子或者是一个措施 所以呢这次我认为还是比较比较及时的 普京去还是别 因为现在这个俄战争 导致俄罗斯的那个经济的阵痛啊 阵痛啊差不多缓过进来了 他缓过进来了你看 所以呢他能腾出手来 他去拓展自己的战略空间了 就是乌克兰这块保住 他保住了 经济碰上了很大的困难 但是他挺住了 然后呢什么呢 那我要再争取这大再争取一块大的利益回来 所以呢 到伊朗 哎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是说不错的选择 应该是现在是最好的能够为俄罗斯带来战略利益的 很大利益的就是伊朗伊朗的中共这一块 你不是拜登不是也去了吗 拜登就说有一个有一个图片了 然后呢拿了一个那个Jerry看 就是那个油桶 哎呀这就你给点油吧 结果人没给 对啊你看伊朗就在那个 那个叫海峡跟那个沙特和那个阿联酋那个海峡 这边是伊朗啊 是吧 你不是要掐死俄罗斯吗 你不是要控制俄罗斯 但是他掐死那个到伊朗去 就是控制那个霍姆斯海海峡 你说这是一个什么结果 是吧 倒过来这个能源不是控制在你的手里了 又控制在我手里了 是吧 所以你看那个谁那个大帅 大帅要一解读的话 大帅的解读肯定跟你不一样 大帅你听了那个彪哥的那一个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 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驳呢 还好没有到反驳 就说这个伊朗的问题就是 因为拜登现在改口了嘛 他就是一心想当老好人 想恢复那个和协定 就谈判都不顺利 伊朗还越来越强硬 连那个 连他们的核子设施的那个摄影机 都直接给他拆掉 就是我根本管你什么国际的什么监督 我管你老子老子就是你 美国你不先恢复撤出我的制裁 我就拉倒 所以拜登灰头土脸 他改口 现在跑去跟那些 以色列王储说 放心我会跟你们一起站在 跟你们站在一起 看盯着伊朗 这个方向当然对 一样嘛 对于以色列 对于王储 对沙特不是坏事 可是人家会觉得 你搞什么东西啊 就人家也不会很快就信任你嘛 所以为什么 拜登这一去 当然让王储比较风光 再补充一点 他对他的 就是还是心有余悸 自己或心有芥蒂 所以拜登去的时候是利亚 那个吉他省的 好像是副省长去迎接他 丢脸啊 川普当初去的时候是谁 王储的爸爸 King Salomon 亲自去机场接啊 对不对 所以说 当然你拜登的关系没那么好 你一定会降低 可是这个规格真的就是 某种时候也是羞辱他 那我派一个副省长就打发你了 打发你这老头 对那回过头来 他 那他现在想要去孤立伊朗嘛 又大转向嘛 那普丁当然看到这机会啊 看到伊朗被孤立 普丁又跑去跟伊朗说 哎你放心 你放心 有我大哥在这边挺你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是个表态嘛 就紧跟着拜登就说 你们要弄我没那么简单啦 所以事情就是 就是这样拖下去啦 然后当然 现在可能要看就是 美国或法国都给了一些 比较重的武器 那给的速度快不快 像美国那个海马士呢 其实还蛮有用 所以美国当初不是有讲嘛 你千万不要打到俄罗斯境内哦 那我是觉得 你如果想早点结束 你就不要在那边瞻前顾后 所以我还是觉得他就是 太胆小 太瞻前顾后 什么都想那么美 你什么事情都 哇又要赢土丁 又不能打到人家国土 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就凭你啊 所以反正情况还会再拖下去嘛 那你看嘛 连意大利又倒一个内阁了 所以呢 那个西方阵营能不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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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然后呢 现在普丁不是10天后 他把油管那个 他那个北溪一号的那个gas 他维修10天以后 中午又恢复了 不过呢恢复的量 好像又给人家减少一点 所以呢 他在玩心理战 所以那个欧洲国家都吓得半死 吓得半死 那个法国 法国算核能比较多 连法国我有看一些法国媒体 他们都说 大家要赶快节约能源啊 不要到时候 不要到时候冬天没东西可以用啊 大家要多练习节约能源 所以呢 那个普丁这阵子呢 情况比较好 所以西方就说 对我看来 不管我支持谁 我只是客观的说 你要赢呢 你就要有觉悟 你要给乌克兰最重的武器 这样拖下去呢 全世界就一起被拖下去 先不管谁对谁错啦 就是粮食也不够 能源也不够 然后呢 中共也可能就是趁机搞事 我还是觉得不会大打 但是呢 拖下去 就是各种新的坏事会再跑出来 虽然说不会什么大坏事 但是大家 大家不会舒服的 就好像我白天的工作 我老板昨天也说 我们两年都没涨价了 真的撑不下去了 这涨价幅度会不少 我知道你们很难跟客户讲 但是一定要讲 就是这样啊 也终于要影响到我了 然后 那个供应链断掉 也断到我 我每天打电话去美国 烦得要死 客户都打电话来 一直骂 一直恐吓 哀求 所以呢 你拜登政府没有决心 就是大家一起受苦 你自己想一想吧 就这样 大正 大正 你说 你说这个 要什么 在乌克兰这个战场上 要赢俄罗斯 你要给乌克兰提供 大量的重型武器 先进的武器 错 你提供再多的武器 也打不赢俄罗斯 你要赢俄罗斯 你要把俄罗斯下面 赢不来的 俄罗斯哪怕在这个飞机 一个飞不起来 他也不会输的 我跟你说 俄罗斯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 就是打不赢的 你要打他 打不赢的 美国不给 然后是因为 所以说现在 我说一句 可以说现在 就是说西方对俄罗斯的围剿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是彻底的失败 就是他又 你看拜登又刚开始 就积极出来表态 说我们不会参与的 我们不会参与的 好 这就糟糕了 对啊 然后打起来了 他又参与 当然有人说 他们是故意的 就是让这个战火延续 那总之到现在 对俄罗斯的制裁 当初说核弹级的制裁 俄罗斯几天就不行了 现在可以说是 欧洲和美国 受到了重大的制裁 可以说 所有的东西都涨价了 这个战 这个很多国家都倒台了 政府都倒台了 因为通货膨胀太严重了 总之到目前为止 这个整体是失败的 以为是我是站在 很高的一个高地 来俯视俄罗斯 要怎么样去 整治俄罗斯 这一招已经 已经失败了 所以说台湾 千万不要指望说 现在如果打起来 美国可以做出 什么好的事情来 保住台湾 或者怎么样 只会把事情 搞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糟 台湾可能就沦为了 西方的另一个棋子 那当然就说 如果说台湾打起来 我觉得 俄罗斯那边 就会停下来 因为已经打了这么长了 那你钱也就那么多 对吧 你雇这边 你就雇不了那边 而且看到这个 这个乌克兰也是鸡肋 你怎么打 你都打不过俄罗斯的 对吧 你怎么弄 都打不过俄罗斯的 那你说 对吧 那台湾现在如果说 打起来了 那拜登他们可能 就放弃俄罗斯那边 你们谈判吧 该丢了的就丢了吧 然后呢 又转到这边来 但是呢 很有可能又变成了 台湾变成了 他们的棋子 跟中共对抗的棋子 来把台湾就打成焦土了 打得像现在这个 乌克兰一样 哇 那个真的就太可怕了 嗯 但是中共现在好像也是 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对 中共也很大 绕处在暴雷 嗯 打算有没有研究 他的那个到底是 是他自己在内斗吗 还是说他的经济呢 确实是金融要发现 一个危机了 呃 应该是真的出问题 因为你恒大 那么大一个房地产 去年所有媒体一直爆 他就硬压下来 当然金融 金融危机本来会需要一点时间 就像美国当年 2008是第五家 最小的 比尔斯登出事 可是也拖了大概七八个月 才开始全面性的 几乎全面性烧起来 美国那时候也使出 九牛二虎之地在救 那恒大呢 是去年七月开始有各种消息 但确定第一个 债券违约付不出来是十月 然后呢 后来呢 就把它硬压下去 当没事 可是呢 其实 戴不住的 其实二月的时候呢 就发现啊 就就就很简单嘛 恒大欠那个油漆商 装修商 装修商油漆商 怎么样都拿不到钱 装修商油漆商 也还欠别人啊 对啊 就这样欠来欠去 然后呢 当然 那部分还先不讲 现在出问题也不是那里 可是那个部分也还在作用 最重要的就是 哎 其实也是啊 那个 重点是 现在是 那个交贷款的人嘛 我房子又盖不好 对 但是 你想说这样的 中共不限制 中共 而它甚至有一些 支持他们的这个断货 那么就是说是 经济问题呢 还是他们的那个 两 两方 两方 两个方派的内斗 有有有有 就其实部分是内斗节 有部分是政策差 因为好像 两三个月前 金融时报就讲了嘛 刘鹤赞成就说 情况不行了 就说我们 那些预售款 都本来是放在监管账户 那个钱你不能乱动 你只能把房子盖好 好像 韩正跟胡中华说 不讲错了 刘鹤说 这个钱呢 你要让他能够动 让他去还他的旧债 对 你不要只能规定 他只能把新房盖好 韩正跟胡中华说 不行 我们一定要严格监制用途 不然会出事 我们要让他把房子盖好 你呢 其他人拿不到钱 倒就让他倒 我们到时候在想该怎么办 那看起来呢 毕竟刘鹤是习近平的人嘛 听了刘鹤的话 就呢 他把钱拿去还旧债 新房没钱盖了 因为现在 信心 现在整个是信心的问题嘛 你现在新的包商说 哎哎来盖来盖 那个钱下个月节 现在谁敢啊 当然你比较 除非你确定对方很有家底 否则没有人敢动嘛 所以果然就是 钱被移走以后 房子盖不了了 那你 你 你有 你没有的人没有笨嘛 我当然觉得搞什么东西啊 虽然说我因为 我因为不缴贷款 我信用分数 可能会被打折 可是我不管啊 我 我如果房子都没了 我都露宿街头了 我没有信用分数又怎么样呢 而且现在问题是 不止哦 这个火烧起来以后呢 现在连 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也说 那我不要缴银行贷款了 我也撑不住了 人家也欠我钱 所以呢 虽然说目前看起来 你从账面上 折到的数据 先给大家一个参考 那个烂尾的楼啊 目前 大概要花两兆 就是2万亿 2.4万亿 签设到2.4万亿 然后如果是 整个房屋贷款 全中国有38万亿 大概是1.2% 受到影响 1.2%受到影响 可是呢 不过那个估计 现在估计的金额 大概都已经到 2.3万亿 虽然没有很大 所以专家都说 还没有系统性风险 可是另外一方面 就这个 这些数字可信吗 目前好像听说一些 四川的银行啊 就是贷款很多都不正常 那个主管就说 搞什么 你千万 你如果真的如实 报上去还得了 我们银行就资不抵债了 你就把它不正常的 全部改成正常 所以呢 还在压 越来会越压不重 所以呢 会是像一波一波 那目前是前两波 所以我有信心 这事会烧 当然会不会烧到 接近崩溃 还很难说 但我一直都说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啊 又是就是新的官方说法 什么 虽然有些危险 可防可控 比如说像河南 虽然它不是断供的问题 河南也说了嘛 要帮建商成立一个纾困基金 这种东西非常麻烦的 就很像我举个例 虽然我举个海外的例子 斯里兰卡啊 中共其实帮他输 我昨天才看一个金融时报 帮他纾困输四五年了 输到最后还不是 攻进总统家 总统跑掉 所以呢 这种事呢 你没有持出一个很大 很激烈的手段呢 你就这样慢慢脱下去呢 就是像斯里兰卡 就是最好的借鉴 大概是这样子 那如果要是他们就是 你国内的经济要崩溃 然后呢 那之后一个出路 那就打台湾了 去过去抢台湾了 两个出路 打台湾变成北朝鲜一样 就是说 比北朝鲜更那个 更封闭 有二倍码了 第二个出路就是什么 第二个出路我认为 还有一个 放开把这个政府 政府全部取消掉 什么所有书记 全部 全部回家 然后这个全部放开 中国人民老百姓 我跟你说 出路都不得了 几年就回来了 这个经济就好了 他们怎么舍得呢 这样的江山他们怎么舍得呢 他们不舍得呢 只能是这样 把这个公务员队伍全撤了 什么 把警察全撤了 城管全撤了 全部解除掉 老百姓自己发现 跟清朝一样 跟明朝一样 一个县里面 一个县官就够了 弄一包 几十个人就够了 现在弄几万个人 在那里公务员 在那里搞 搞到 就是瞎管 他在那里瞎管 瞎弄 人家就是要控制 对 人家才不舍得说 因为你说人家瞎管 人家就不管了 就把这放给你 放生了 所以这两条路 也就是说 政权 共产主义政权 倒台 瓦解 中国人民自寻出路 倒台太难了 我觉得 在中国那个倒台太难了 你自寻出路 当然是想了 所以我觉得太难 他不像美国 你像美国 我就觉得你看 这个拜登 你像这个政府 你胡作非为一向 然后大家 一方面是罵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美国最好的一点 就是手里有枪 所以就是 那些你们好像又出来一个 我觉得这个是 我不能说这个是 民众的觉醒 因为美国人一直 踏得很清醒 我手里有枪 然后你不管怎么样 你不能把我的手里的枪 给我夺掉 然后呢 我就可以去慈悲 可以去 我就可以保护自己 或者保护我的亲人 或者保护我的家人 又出了一个 这个 对 上次是个少年英雄 对 一个枪击案 然后呢 对呀 这个少年英雄 平民英雄 这是非常的了不起 就是说民间的 他拥枪 真的是能够保卫自己 和保卫身边的人 这个事情呢 发生在上星期天 今天是星期四 那就是大概四天前的傍晚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他二十岁 他到这个帽里面呢 就在印第安纳州的 一个到 Greenwood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帽里面 据说他进去 就直接到了这个洗手间 去做准备 带了三支枪 有一支是这个 两支半自动步枪 但是呢 有一支是拆开的 然后还有一支手枪 一百多大子弹 他到这个洗手间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出来就拿着这个枪 向这个人群扫射 在那个food court 大家都知道 很多帽里面 有那个吃饭的地方 这样 他就拿这个food court 这个节目呢 我之前做过 我在星期二 做过这个节目 但是呢 当时呢 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细节 就是现在又出来了 很多的细节 那么他呢 出来之后呢 就向人群射击 之前呢 说的是两分钟 可是就是最 昨天刚出来最新的消息 居然啊 是他只射击了15秒 15秒 结果就出来了一个 年轻人 一个英雄 哇 这个简直像大片一样的 哇 就这个家伙 刚开枪15秒 但是他这个15秒 就已经杀死了三个人 打伤了两个人 五个人已经倒下了 啊 那么 居然啊 就在15秒之后 这么一个年轻人 就出来了 他就是这个 我们的英雄 他呢 就 我看啊 这个地方 这是最新的一些细节 他呢 是在 对 这个shooter 也就是说这个枪手 他是在5.56分48秒 开始设计的 而到15秒钟之后 5.57分03秒的时候 这个22岁的年轻人 Eli Dicken 他就是 向这个枪手射击 他是打了10枪 打了10枪 居然有8枪命中 今天呢 我去靶场去练习射击 我们那里也是有人 就大家在讲这件事情 都说这是神枪手啊 这是神枪手 因为哈 其实他是非常的危险的 因为这个枪手 他拿的是 布枪 半自动布枪 而这个年轻人 拿的是一支手枪 他绝对是绝技在身啊 那否则的话 他不敢这么毫不犹豫的 也就是说 他一听到枪响 这个他当然枪手 开了24枪 枪手开了24枪 打死三个人 打伤两个人 但是呢 仅15秒之后 也就是说 他是立刻的 打枪出来 他呢在40的40码 也就是将近40米以外的地方 那么像枪手 开了十枪 居然打中了八枪 这个很难 所以我们今天呢 我去那个练习枪 我专门带了我们的手枪去 去练习 说看看我们能不能够打的 跟人家稍微 就是说 能有一丁点的 可比性 结果一丁点的可比性都没有 我们 对这个是我和我先生在那里 这个主要都是我打的 这个才八米的距离 七米的距离 居然都打不到这个 打不到这个中心 很多的都打到很远的地方 对吧 这才是七米的距离 那那个年轻人 四十米的距离 四十米 居然 十枪打了 你要知道 我们打的这个是靶子 对吧 他是这个靶子是不动的 而那个年轻人他打的是一个活人 那个人要动的呀 那个家伙也在开枪子了 总之这个年轻人了不起 也就是说 民间哈 美国的民间 他有很多勇敢的人 这太勇敢了 因为呢 你是拿的是这个手枪 你的射程是很有限的 而人家拿的是步枪 打200米都没有问题的啊 而且你如果你不能够并重目标的话 这个人很有可能立刻都发现 这里有人向他射击 那他可以立刻转过来向你射击 你可能就被他反而打死了 所以说这个年轻人可以说是身怀绝技 他是有信心的 他的枪还是很好的 有信心的 然后就解决了这一场灾难 你要想想 这个人开枪只用15秒钟就打死了 三个人打伤了两个人 如果这个枪击案 没有这样的一个人阻止的话 你想想是什么样的一个灾难 可能打死几十个人 打伤上百人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在帽里面啊 吃饭的地方 那是而且他是将近六点的时候 人应该是蛮多的 吃饭的时间嘛 蛮多的 那你想这个灾难是很大的 而居然就这么一个英雄出来了 所以就说美国民间 这个拥枪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好人有枪的话 就可以支持这样的行为 还有就是很多人 因为你有拥枪的权利 就像这个年轻人一样 他跟他的女朋友就在那里逛商店 就因为你有持枪的权利 他手上 首先他带着枪 然后就是他就一直在练习射击 对吧 如果你一个没有拥枪权的国家 那你只有是警察呀什么 什么才会使用枪 才有这样的枪法 而这个年轻人 他我相信他绝对是从小 可能十岁十二岁就开始练枪了 那么经常射击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枪法 是不了不起 你看我就给大家看 我们就离着这个 那七米的距离 都打不打不中这个中心 对啊 都打不中那个干嘛 你想打的目标 你想想这个年轻人是四十米 所以说拥枪是可以训练你的国民 可以这样说 是训练你的国民 很多的人在美国 有这个民间有很多神枪手 民间有很多 非常愿意帮助别人 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 非常危险的时刻 他是毫不犹豫的打出枪 拔出自己的枪来 跟这个的歹徒进行激战 可以这样说 当时这个歹徒是被打倒了 我看到一个细节 就是他被打倒之后呢 他还想再回到这个洗手间 他从洗手间出来的 他想回到洗手间 可这个年轻人呢 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个 什么都懂的 这样 他没有被吓到 他有的人可能就说 我打一枪 他倒下了 我就不打了 不行 这样 你要继续打 要把他打死 这样 对 真的是 因为你如果说 你没有足够的打中他 因为他手上毕竟有武器 你靠近他的时候 他有可能 再反击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这个年轻人 是非常训练有素的 他知道 打倒了不行 继续打 把他持枪 把他这个枪手打死了 就是当场击毙枪手 太了不起了 真的是看到这种 美国的民间的战斗力 是很强的 我今天去打把 哇 旁边一个年轻人 他拿了一支枪 我的天哪 那个威力太大了 打的时候 那个枪筒是喷火的 我站在他大概十步远 也就是十米远的地方 哇 我的腿 就是他那个 设计之后呢 有那个 Shot wave 还是什么 就是那种 冲击波 就是那个热浪 哇 我都感觉到了 我站在他 大概十米远的距离 我都感觉到 那种枪 产生的那种热浪 冲击到我的腿上 真的是很可怕 对呀 民间有很多 很高级的 很威力强大的武器 而且也有很多人 他会使用这些武器 而且是 神枪手级别的 对 这点上是 就像你刚才说的 这个是美国的一大优势 就是人民 也不是好欺负的 就不是说 你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的 真的跟你拼命的时候 你政府 你政府不要太过分 真要跟你拼命的时候 也是可以拼的 有的一搏的 对 就是 这样的话 就是说他能 就是那个 这种神枪手 这种振勇双全 然后呢 还敢侵蚀而出的 他能 遏制住这个坏人 同时呢 我觉得他对于这个 政府的作恶 他肯定他会多少 他会能以什么 传选 有一所收敛 但是那你说在中国 我觉得好像 哎呀 我感觉你说 像彪哥说的那种 不太可能发生 我为什么老师觉得 是可能的 那是你的梦想 你的中国 那是你的中国梦 共产党 会轻易的 轻易的放下权力 你想想过去 文革时候也好 什么时候也好 那人都已经饿死了 他都不会在乎你的 他继续更严格的 更残酷的掌控权力 他可不是说 会一看 哎呦 这个人被饿死了 他就放弃他的权力 我想他们是 绝对不会的 没有那么容易 我把他们想象 太好了是吧 把他们想象 太有人性了 其实他们 不在乎 就比方说 如果跟美国打也好 跟哪里打也好 他绝对不会在乎 你我死多少人 他可以瞒报啊 根本不需要那个告诉你 死了多少人 你像这个上海这个封城 我相信这几万人 肯定都死在这个封城过程中 就是缺医少药 或者是有肾病的 有要换肾的 或者是要 要那个不是换肾啊 就是那个有那个 叫什么来着 透析啊 什么这些 心脏病 糖尿病 什么这些 无法就医 无法及时就医 死掉的 和老人在家里面 没有人管死掉的 肯定都得上万 几千万的城市 对吧 肯定得上万 但是咱们不知道 因为人家是彻底掌控的媒体 根本就不让你知道 下一道命令 你就得死 就这么简单 这个很可怕 所以北美现在呢 我觉得好像这个 拜登啊 什么托勒多 他们可羡慕的一种管理方式 在领域在学 但是呢 我觉得北美的这种 大觉醒呢 我还是感觉现在呢 是越来 我觉得还是大家的就是这个 觉醒的这个人数呢 越来越多了 而且大家呢 越来越清醒了 能看到他们的这一些 这些表演了 所以我还是挺有 我觉得挺有信心的 所以就说 假如说台湾要出现问题 我估计台湾会不会像乌克兰一样 肯定是 就是台湾有势 日本有势 台湾有势 现在有欧盟有势 那么我觉得 可能对于台湾来说 可能大战的都会有一些 多一些那种 毕竟它是一个民主社会 所谓民主的一个优等生嘛 会多一些这种资源啊 或者是鼓励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 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今天呢 咱们就到这 最后呢 我们都来总结一下 彪哥你先开始 我先总结 那个 这么说 刚才说到那个 美国那个拥牵权 这个拥牵权 当时当初的时候 就是拿来 就是 这个拥牵权 最主要不是来 自制歹徒的 自制歹徒有警察 这个人民拥牵权 就是拿来干掉坏政府的 如果政府坏的话 就是人民用钱把它干掉的 所以用钱权 还有一个 我要说一下 就是说 你看 我还是认为这个世界 是那么美好的 因为伊朗人 我是见过很多伊朗人的 我也有很多朋友去过伊朗的 伊朗人民也是很可爱的 俄罗斯人民也是 乌克兰人民也是 台湾人民也是 中国人民都是 都很可爱的 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挺美好的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这个世界还是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现在每天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就是让一些丑恶的现象 它展现出来 然后呢 我们怎么去避免它 我相信就是说 这个世界还是会越来越正常 越来越正常 前一段时间可能有点不那么正常 这也是暂时的 所以肯定是会越来越正常 所以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美好的 不是 不是这么说 我这话说出来 这个世界现在是美好的 将来会更美好 就是这样 好 建议之言 给美人正在努力 我们的美好世界是共和党 这次中期选举胜利 然后把川普选上去 那么世界就会变得美好了 那姐 你觉得呢 你总结一下 其实哈 这个人类社会 人是有弱点的 而且人是有最 就是 就是这种贪婪 各种欲望 就是这个世界 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 这个世界是不断的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的一个过程 当你这个正义的人少了 或者是没有勇气 来对抗邪恶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被邪恶所垄断 而最后人们就活不下去了 或者说就再用上帝帮助也好 用什么样的方法也好 再回来 把这个邪恶打垮 或者说把他们削弱 那么人民又上来 其实这个呢 在整个这个历史上是 可以说是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重复 这个人类社会 人类是很糟糕的 这个真的是 人类是很糟糕的 这个上帝是那种大洪水 把人都给他消灭掉 因为人太坏了 真的我们看每一个国家 的历史没有干净的 没有清白的 对啊 就是杀呀杀呀杀 抢夺 那么其实我们很幸运的是 在这个二战以后的 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 在美国主导下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格局中 可以说享受了很长的 一个时间的太平 其实很多 在以往的话 每50年 人类学家就是 每50年就会有一场战争 每个人如果活的 超过了五六十岁 你就会经历一场战争 而我们现在呢 就说还非常幸运的 是没有 对吧 但是呢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 由于我们都懒惰了 人们就是享受了好的生活 其实真的是这样的 人们当你享受了好的 好的生活之后 你就变得又笨又傻 又懒 这个也 人们是无尽的追求 就比方以前 没有饭吃 哇 我只要你 不然让我干什么 我能够挣到一家人的饭 我就很高兴了 现在来了美国 这些人来了美国之后 我不用工作 我就让政府 我就给民主党投票 我就可以 就拿到这些了吗 那好啊 我就这样干吧 所以人贪婪 欲望 使得这个社会 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 就堕落 就是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 就是崩溃 崩溃之后呢 你再从这个底下 再爬起来 再怎么怎么样 总之是 人 其实人真的很蚂蚁一样的 你像这个过去一百年 这个共产主义 杀了一亿人口 共产主义 杀了一亿人口 人还不学习 任何的经验教训 所以说 人真的是 这个 和蚂蚁也差不了多少 总之 但是 我们活着 我们活着 我们想要 美好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 不是说 我们就可以 就是躺在那里 又贪婪 又愚蠢 就可以得到的 你必须要努力 任何东西 不是免费的 特别是现在的 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很多的国家也好 对吧 已经到了这个 转折点 人民 特别是 美国人民 你作为一个美国人 毕竟我们到 现在还是有 每两年一个中期选举 每四年一个大选 对吧 还是有机会来翻盘的 今年就是一个翻盘的机会 2020年中期选举 大家 每个人 你想要 让美国不夸掉 你现在美国情况 非常的糟糕 对吧 如果你想要 继续你的美好生活 你就得站出来 参与投票 你就要关心政治 去投票 去支持正义 反对邪恶 这才是一个办法 对 对 是 所以北美现在呢 就是 美国的中期选举 我们加拿大最近呢 是这个保守党 那个党领选举 参与的人呢 真的是很多 而且呢 就是大家呢 就是辩论 我觉得哈 就是有时候 火力也都挺足的 互相之间呢 就是 但是我觉得都是好事情 但是都是 都是要去关注 要去参与 对 然后才能这个才能像 把表哥说的那个美好 然后才能是 这个世界才能会变美好啊 嗯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我觉得哈 就是一个回归上帝 所以你刚说的人 这个贪欲 这个没办 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志 然后你自己去选择 那你一远离上帝呢 我觉得现在呢 你看就是这个 都什么都出来了 那么你回归上帝呢 我就觉得他就慢慢的 他就会好一点了 是的 嗯 大帅 你对我们做一个大总监 还好 我想就是 我之前预告过说 这个亚洲可能会开始 出比较多事 那大家看到了 拜登自己讲出来了嘛 10天内他要跟西主席通话 我觉得他确诊应该不影响 因为他看起来都还在工作 所以呢 应该不会言太多 那他们这次感觉上 谈了很久 就是事先准备了很久 所以会谈出什么 大家可以注意 当然 他们没有那么快谈 是因为拜登跑去中东 把他事情延后了 但是 如果 俄乌那边 就是目前看起来 就是在那边拖的话呢 国际世界大事的重心 会转到 会转到东亚来 那大家就看着吧 就是应该 未来 那个中共 对啊 中共会会搞些事情 他那部问题 我看 他没有勇气 好好处理 但但会怎么样 现在讲还太早 反正就是 重点又会回到亚洲了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嗯 对 好 不管怎么样 大家要开心 然后呢 要安全 那好 那咱们今天呢 就到这儿 然后呢 谢谢各位的精彩分享 也谢谢我们的观众 谢谢大家的捧场 那今天呢 咱们就 现在就结束了 我们就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